他是海南最猖狂的黑老大 独把长江30年 暴力敛财26亿 巅峰时期 背后的保护伞多达109人 哪怕市场在他面前 也是随叫随到 小弟上午杀人被抓 下午就安然无恙地被释放 就连他被抓后 也无人敢执政举报 人所外号 打不倒的土皇帝 他就是黄鸿发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长江皇家覆灭记 黄鸿发出身很好 父亲黄印祥 在长江县是个当官的 别看职位不大 但是权力不小 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位之变 为自己或家人谋取暴力 黄鸿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上面还有四个哥哥 在父亲的纵容和溺爱之下 黄鸿发是越长越歪 小之后在家里就很霸道 经常欺负邻居家的小朋友 每次惹事了 黄印祥不仅不会教育他 甚至还会反过来 去找受害者的麻烦 所以黄鸿发从小就是个小霸王 在他看来 他惹点事儿 父亲都能摆平 上学后 他在学校更加的横行霸道 和同学之间有一点小矛盾 他都会出手伤人 被打的同学 告到老师这边 也一样没有用 因为黄印祥总是会出面解决 这让黄鸿发 根本不把学校放在眼里 学校被他当成了 打架斗殴的娱乐场 但随着黄鸿发一天天长大 学校的刺激 已经无法满足他 于是初中还没毕业 黄鸿发就辍学了 反正家里不差钱 而因为在学校打架斗殴 他也认识了一群 不好好学习的导弹学生 黄鸿发整日和他们混在一起 出去玩都是他买单 所以这群人 就成了黄鸿发最早一批小弟 辍学后 他和这群小弟 整日在大街上游荡 又因此认识了一批 社会问题青年 黄鸿发被越带越歪 而黄印祥 直到儿子 开始在外面混社会的时候 不仅没有阻止 还给黄鸿发资金支持 因此黄鸿发出手越来越大方 一群小混混 聚在一起能干什么事呢 无非就是逞凶斗狠 虽然扰乱了当地的治安 虽然也很讨厌这群人 但还是不值得忌惮 可是当黄鸿发的四哥 因为打架斗殴 把人打成重伤 并且还打死一人时 大家才意识到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小混混了 而接下来打死人的黄鸿鸿 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只不过是被关了两天 然后就在父亲的帮助下 轻而易举地走了出来 弄出人命都能没有事 也是这件事 让黄鸿发更加肆无忌惮地 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当地百姓 也在此刻 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黄家的势力 已经渗透得很深 至少在长江 成了地头蛇 无人敢惹 因此 越来越多的小混混 成了黄鸿发的手下 他的零用钱 早就已经不够花了 而恰巧这时候 他的另外两个哥哥 也在父亲的操作下 摇身一变 变成了公职人员 这无疑让黄家的势力 更上一层了 黄鸿发便决定 好好利用这层关系敛财 而他看上的第一个生意 就是最暴力的赌场 黄家当年在海南 究竟有多猖狂 三任警察局长 想打掉黄氏家族 却都还没来得及动手时 就被卸任 甚至小弟犯下刑事案件 都能轻松躲过惩罚 黄家有三个当官的公职人员 因此 无论黄鸿发想做什么 他都能在父亲 和两个哥哥的帮助下 成功达成目的 就拿黄鸿发的 第一个生意赌场来说 当地的赌场不是没有 但是黄鸿发 为了能自己垄断这个生意 先是让他的二哥 从香港买来了 小心翼翼的 但是在黄鸿发这里 根本不存在小心翼翼 因为上面有散歌 所以来这里的赌徒 可以非常安心的玩耍 丝毫不担心被发现 所以黄鸿发的赌场 生意非常好 而另一家江家的赌场 在当地也开了挺久 所以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客源的 黄鸿发对于这种现象 自然是不允许的 所以黄鸿发带着自己的小弟 找到了江家人 把人捅成了重伤 江家眼见黄家容不下他们 就带着家人离开了长江 没了江家 黄家赌场成了长江唯一的赌场 靠着赌场带来的可观利润 黄鸿发迅速敛财 年利润高达几个亿 而黄鸿发也非常的有头脑 他知道 以后自己要想混得更顺风顺水 那就必须有人帮衬 所以他用赌场赚来的钞票 用在了开发人脉上面 因为给的足够多 所以很多散歌 也愿意为他行方便 做好了这些 黄鸿发就开始大量的招兵买马 而黄鸿发为了让小弟们 更加死心塌地的卖命 给他们许下重金 不仅有工资 还有社保 甚至年底 还有分红 表现好的 甚至能免费配房配车 这样的条件 让无数人取之若物 除了给自己小弟 保证收入之外 他还专门买下了一块地 盖起了别墅 里面吃喝玩的 各种场所一应俱全 而他的小弟们 都能带着家人住进这里 只要去消费 只要报上他的名号 就可以免单 出行还有专门的司机 为其开车 巨大的利益诱惑 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小弟 为他卖命 为了让这些小弟更能打 他专门找人 对他们进行培训 俨然成了当地一股 巨大的黑势力 尝到了赌场带来的甜头 黄红发决定 继续发展自己的产业 凡是他看上的产业 只要是能捞金的 他必然会想方设法的 把整个产业垄断 让其他人再也不能碰 黄红发很少会自己出面 去做这些事 他只需要告诉小弟们 他看上了什么 他的小弟 就会通过各种手段 去把他要的东西 拿到他的面前 至于具体用了什么手段 他从不关心 只要不闹出人命 他从不需要出面解决 因为只要那些人 报上他的名号 那么这件事 就一定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而当地百姓 被黄家折腾得苦不堪言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敢去举报黄家 因为他们举报的后果 不仅不会对黄家 有任何影响 相反 只要遭到黄家的疯狂报复 而当地的官员 又都是黄红发的自己人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知会他 所以黄红发在长江 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而闹出人命后 他也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打几个电话就能解决 他的手下 在驱赶一位水厂老板时 将老板的儿子当场打死 但是上午才被抓进去 下午就被放了出来 一点事都没有 至此 也没人敢和黄红发对着干了 我手底下 营工 有一群多人 说我组织他们犯罪 领导他们 犯罪 黑色位 我是不认可的 我就参理了 这个 管理了赌场的钱 还有 非法持有枪支 这个号称 打不倒的土皇帝的黄红发 在海南昌奖 作恶三十年 暴力敛财二十亿 民下豪车豪宅 更是多不胜数 巅峰时期 更有109名保护伞 他究竟是如何落网的 自从黄红发的小弟 闹出人命 还安然无恙后 当地百姓 基本就再没人敢对抗他 他的敛财之路 也越发嚣张 甚至就连收费品 这个行业 都成了他敛财的渠道 卖费品的人 必须卖给他指定的人 否则就会挨打 他手下的马仔 在当地也是无恶不作 有不少人 都因为黄红发的逼迫 逃离了长江 逃离长江的人 有的怕黄红发报复 对于自己的冤屈 也就忍气吞声 但也有人 并不向恶势力低头 于是 一封封检举信 来到了省职部门 为了拿到证据 相关人员 一直暗中调查 多少也摸到了一些线索 2019年1月 多个部门成立了 专门针对黄红发的调查组 对黄家进行 全面系统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 简直惊呆重人 在长江这30年的时间里 黄红发敛财20亿 在名下房产 有288套 豪车200多辆 都够开车展了 当场缴获的现金 也有接近500万 还有马仔手里的各种凶器 管制刀具和枪支 而黄红发 见到前来逮捕他的工作人员 他似乎一点都不慌张 他以为这次 也会像以往一样 有他的保护伞 为他保驾护航 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被抓走的同时 他身后那109名保护伞 也纷纷落网 他最大的保护伞 甚至就在他的隔壁 当他得知这一切的时候 才终于明白 自己这次 算是彻底扑该了 2020年1月 他被判处死刑 而他的四哥黄红明死刑 缓期两年 其他人也全部获刑 马仔 散哥 没有一个漏掉的 2020年7月 红红发被执行枪决 随着一声枪响 红红发罪恶的一声 也随之结束 而独霸长江 30多年的皇家 也彻底消失 没有了皇家的长江 终于迎来了晴天